困难的人均可向该机构寻求帮助 洛杉矶华视网在3月31号记者吹息的报道 近日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公布了对加州中部 盛金华综婚医院被指控收费不当的调查结果 64名患者和新冠治疗相关的账单将获得退款 如果已经付款的患者将会得到退款 如果没有付款的则无需再支付该账单 好的那以上是今天路程快报的新闻内容 下面介绍到我们的互动环节 来看一下大家在聊什么